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宋唐一如采访报道 中共军改为何无效 退役人士皆军中内幕 近些年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进行了彻底重组 企图打造一支更标准化 更现代的军队 但这是与中共军队的本质相矛盾的 中共军队不是一支正常的国家军队 而是一支党军 中共军队继承了共产党的所有基因 包括不可避免的军中腐败 形式主义 互相不信任 思想控制 指挥系统效率低下 漠视生命的人海战术等等 这些基因不可能随着军改而改变 大纪元采访了几位退役士兵 他们谈了从他们的角度 观察到的一些中共军队内幕 中共对军队极度不信任 对于中共军队目前的状况 曾经在军中服役的 Hunter里对大纪元总结说 中共军队第一是没有战斗力 第二是训练经费各个方面都很差 然后是会腐败 他表示 中共军队本来就是为党服务的党卫军 军队兵员素质也低 很多都是农村兵 真有点能力的 谁会去当兵 当兵只是为了吃粮 为了镀金 当几年兵分配个工作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都是不得已去卖命的 自邓小平开始 中共当局对军队进行了数轮裁军 但Hunter里表示 中共裁军是对外的一种宣传 像以前的72师 还有81师 整体都改成了武警 但装备训练都没有变 就换了武警的衣服 衣服再一换 又可以拉出去打仗了 由于中共军队 不是一直属于国家与人民的军队 中共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 对自己军队下级士兵 军官都不信任 要严加防范 Hunter里说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认为自己掌握了军队 它知道自己独裁 弄不好就不得好死 对武器控制得很严 美国女兵都挂着一把枪到处走 弹枪都有 在中国就不敢把子弹发给你 因为不知道你听不听话 我们当兵的时候 枪弹都要分离的 枪里没有子弹 子弹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因为他怕部队内乱 中共为了控制思想 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信息 也管制得很严 越是那些没有见过市面的农村兵 他越喜欢 你懂得越爽越好 中共现在最大的危机 不就是人知道太多了吗 知道太多了 玩不下去吗 他说 Hunter里还说 军队用的都是单独的军线 根本就不可能上外网 都用部队的专用号码 也能往外打电话 往外打电话 基本上什么都录下来的 你想说什么也说不了 军队条例里不允许私人用手机 但一般当官的和军龄较长的 他们肯定有私人的号码 他说 但军营里面就屏蔽了 手机号码用不了 有负责管理无线电的 专门在军营里面搞监听 Hunter里还举例说 2016年的时候 有在新疆参加过 所谓平报的士兵 回来探价的时候 都不能用地方手机号码 要带部队配发的小手机 上面都贴了小纸条 几连几连的电话号码 他估计这种制度 差不多就是习上台的时候开始的 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吧 那几年搞军队搞军改 部队条例改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针对现代大战 网络 手机等方面的管制 无法根治的府 中共军队本质 与中共其他机构一模一样 而且自成体系 更加封闭 作为几十年都未参战的军队 更高的军事预算 带来了更多的腐败 地方的腐败 在军中得到放大 连中共官媒都承认 军队的头号敌人是腐败 2015年 新华社曾曝光说 军队入党提干皆有价码 从排挤到师级行情不等 曾有大军区司令 向徐才厚行贿2000万等 地方上他还有什么纪委 反贪局 他都腐败成这样了 中共的军队又更加集权 比地方更腐败 而且腐败的一塌糊涂 你都难以想象的腐败 Hunter里说 部队腐败是普遍性的 谁都知道他们腐败 退役女兵白女士告诉大纪元 转世官大家都知道要多少钱 转世官一期多少钱 二期多少钱 三期多少钱 如果军校毕业之后不想做技术 改做正工再花多少钱 然后连长赢长多少钱 赢长再提团付多少钱 都是明码标价 当女兵都是要钱的 二十多万吧 带上进军校 加起来快三十万 如果不是特别亲的那种关系 都得拿钱 中共部队真的没什么任何优点 到处都是腐败 连我们的伙食费都给苛扣 白女士说 还有好多吃空想的 以前司务长发工资有花名单 我很好奇这些人都没见过 他偷偷告诉我 那些都是挂在这里领工资的 Hunter里表示 中共军队近些年搞换房 驻扎城市的军队 一般要换到很荒的地方 这时候 很多军官们的第一反应 就是转业 他提到了广州军区的四十二军 四十二军最早是四野林彪的部队 四野是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 部队最后就留在了广东 前几年四十二军要换到甘肃去 四十二军驻扎在广东 军官以前都喜欢搞军地活动 什么军民与水情 都是搞腐败 他说 部队的官都愿意跟地方交往 以后他要转业呀 所以要搞好关系 亨特里说 当时四十二军要换房 要换到甘肃去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转业 那一批好多人 军领有二十多年 当时很多人宁愿转业 降级转业都可以 之前想转业当个派出所长 说不行 副所长也可以 实在不行 当个中队长都可以 我降两级都可以 为什么 你到甘肃才多少钱 然后你在深圳工人多少钱一个月 这两码事 退役军人蔡先生对大纪元表示 军队腐败太多了 因为部队本身地方也管不上了 军事法庭实际形同虚设 关系搞得好 啥事都没有 蔡先生提到一个团长 团里搞营房建设批下来三千万 他只用了一千万 剩下的两千万存自己口袋 这太简单了 你要当官 你肯定也要送 团级干部怎么弄都是五十万起步 现在估计最少两百万 尽管如此 这个团长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平调到市里当副参谋长 级别一模一样 他贪几千万又怎么样呢 2005年左右 那个时候几千万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他老张人是个将军 这是也就不了了之 指挥系统效率低下 近几年 中共深化脖子以下的军改 取消师 团级建制 组建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合成旅 简化指挥层级 虽然采用了美军形式 但党对军队有绝对控制 不能赋予基层军官更大指挥权 指挥系统效率依旧低下 Hunter里表示 中共的指挥系统效率比较低级 他们在连队里面 战术落后 那时候基本上合成演练很少 大部分都是单兵技术 可能两三年演习一次 都是假把式 领导来看一下就行 唱多了就过关 装甲车里面剩的油都要卖的 很腐败 彭博社1月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的腐败情况严重 其中一知情人士说 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 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亨特里说他们以前扮演过美军蓝军 美军的指挥系统更多的是为前线服务 美国都是三三战斗组 就是三人一个战斗组 前方需要什么 后方就支援什么 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个山地的牌 阿富汗一个团也没把它打下来 因为它打的不是一个牌 打的是美国的战争机器 一呼叫后面炮火覆盖 一个团都没了 所以中共决定要跟美国打 下辈子吧 他说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方评估认为 中共军队内部腐败导致其整体能力 尤其是火箭军能力下降 而且腐败的普遍性 以至于美方官员研判 这会让中共在未来几年 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 对大纪人表示 中共军队本质上还是苏联军队那一套 但形式上是仿照美军 取消了诗和团 上面是军 军下面就是合成旅 旅下面就是赢 但他的领导体制不是美军的 还是共产党领导 还是党政分开 司令抓军事 政委抓政治 政委管人 司令管枪 不伦不类的 他说 习不懂部队 要赶时髦 学美军 实际上骨子里面就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军队 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的 学不来的 体制不对呀 末世生命的人海战术 中共军队传统上有所谓集中优势兵力 兼劣敌人之说 三年内战期间 兵力上常常是六倍 五倍 四倍 至少三倍于国军 以前端战斗人员的大量伤亡为代价 确保部队的冲锋成功 中共还把人海战术搬到朝鲜战场上来 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 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 造成士兵死亡满坑满谷 研究者认为 俄军合成旅在乌克兰战争失利 又采用了二战时期的人海战术 因为合成旅原有步兵营 装甲营规模缩小 导致火力不足 旅改师构想再度出现 中共尽管效仿美军合成旅 一旦发生战争 人海战术会不会如俄罗斯一样重新出现 蔡先生表示 中共军队一打必败 这是中共这种体制决定了的 都是下级糊弄上级 它不会像美军一样实事求是 不行也不会隐瞒 中共就是下级糊弄上级 这儿八经的战斗力你靠谁去呀 这些人有打过仗吗 有流过血吗 有上过战场吗 啥都没有 当这么多年兵 就是喊口号叠叠被子 听上级的安排 然后混个家讲 混个立功 提个干 捞取政治资本 蔡先生表示 中共唯一的战斗力就是人命 就像俄罗斯打乌克兰的道理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共产党真打起来的话 唯一就是如此 就是靠人命去填 反正死的又不是当官的儿子 都是死的平头老百姓 死了他们跟灰尘没有区别 给你发个奖状 家里挂个光荣家庭 其他还有什么 他说 哪怕死个一百万 两百万算什么 死个一千万又怎么样 人命不就是他们 中共利用的工具吗 这是共产党最恐怖的地方 不是它战斗力有多强 最可怕的就是无耻没有底线 以前打朝鲜战争一样 死的人山人海 漫山遍野的全是死人 打到美军自己崩溃为止 他们把人不当人 还说自己取得伟大的胜利 士兵尚有人性 中共会意外垮台 尽管中共军队听命于党 但士兵们也是普通人的一部分 也并非真心忠诚于党 亨特里表示 我了解参加过8964部队的老兵 那都是真正参加过8964的人 那人跟我说 尸体堆得跟小山一样 一点都不假 他说 但那都是政治高压下 迫不得已的行为 他们内心里面还是有人性在 据我所知 参加过血洗天安门的事件里面 有参与士兵得到了嘉奖 后来他调离部队的时候 主动把那个嘉奖令全部拿出来 全部销毁 他不想要 因为在八 九十年代的时候 部队动不动就整编裁军 很多人就要调离单位 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的档案 他觉得那东西不好 自己就把那个8964的嘉奖令 拿出来死掉了 那时候士兵枪杀学生的时候 他们也懵懵懂懂 现在这些人开始老了 他们的孩子现在也上大学了 回想起这件事情 有什么感受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说 希望更多人明白 跟共产党绝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在共产党走向穷途末路的情况下 中共军队会不会划变 亨特里表示 军队里边划变可能性有 但是概率极低 在目前的情况下 除非有政治上动荡 才会有军队的跟随 因为政治动荡的话 军队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立场 现在政治上没有动荡 基本上就这可能性很低 亨特里表示 最近我再看一部小说 乔治 奥威尔的1984 我读了两遍 而且听了两遍 觉得他写得太好了 共产党基本上就按照1984 那样设计一个体制 但说实话 很多东西都是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的 我只能说他表面上 看起来越牢不可破的东西 可能就在一个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就破裂了 他说 谢谢收听